超级简单的火柴仁教程 我们将线在吸管上绕三圈 线头穿过吸管 另一根线穿过钥匙扣 再穿过吸管 取出吸管 调节好线 拉紧 然后呢将线头烧一下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穿桌子 两根线一长一短的烧一下 把珠子穿进去 穿好了以后呢将这个倒着固定一下 然后再做平结 平结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小时候都编过 这个火柴仁做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 做钥匙扣也非常的可爱 重复的编平结 编到合适的长度 然后将这个拉紧 然后呢主体就做完了 再做最后一步 将线在吸管上绕几圈 绕完了以后穿过吸管 然后取出吸管调节好线 将线头剪掉 用打好机烧一下 其他的三根呢也是相同的做法 做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